像中天要上诉喔 就是陈耀祥居然喊出这样的话 说没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哇 我们台湾一向以民主自由为傲 现在居然 我们的NCC主委 管媒体的人 说没有百分之百言论自由 他一句话欠报这位呢 让大家傻抱眼的主委 我们就先来看看的是 这回NCC主委陈耀祥 他的态度非常非常的硬 而且呢毫无这个呢 完全没有觉得他呢 NCC他们连连败诉 毫无羞愧 来他说NCC是经理机关 业务是延续 内容自然会有延续的部分 报告没有所谓的重写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的官司 全部都败诉 那其实呢其中报告 一万三千字超过九千三百字 超去年 白尾轰真的会吐血耶 比小学生还头懒了啦 这样的一个NCC主委 还是任还是格吗 要不干脆都废了 来立委黄建豪就说 段A对NCC提出的上诉 予以尊重 不能有什么意见 但是请问他们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你不能够严重的双标 被法院认证的双标还理直气壮嘛 你能不能够保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呢 结果我们的官呐 我们的NCC主委 陈耀祥他居然这样回答哦 哇所有的网友群情哗然 他说没有真正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你说杀人放火这种恐吓 是言论自由吗 哈 这样的逻辑 嘿 大家觉得能接受吗 不能接受刷减一 能接受刷加一 秀秀等等来点点名 我们同步继续来关心 立委黄建豪继续质询哦 哎 违法当然不是言论自由 你怎么会扯这个来比喻呢 但是问题是 一家电视台 要怎么杀人放火啊 怎么把不同立场的电视台 跟杀人放火 混为一谈 你马帮帮忙 你确定这是你要讲的话 你确定 哎 他还真讲出这样的话 真的让人眼睛碎满地 这个傻暴眼 那陈耀祥不认失败哦 基本上他已经连连败诉 十几次的败诉 还坚称还要再上诉 好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赵伟陈学生就说 主委 国父孙中山先生 十二次失败成功了 你们NCC打官司 输了十五次 你还要继续打 你还要打哦 失败原因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你们NCC就投降吧 诉讼费 钱很多是不是 还不都是浪费 你我纳税人的钱 明年省预算 我把诉讼费给砍掉 你们要自己去抽钱了 立委复昆奇也说 曾耀祥 担任主委这一段时间 让台湾成为了一个极权的国家 真的是回宪 乱政 莫辞 为胜 其实呢 立法院立院成立了 所谓禁定式的声色 争议 调阅 专案小组 蓝白合作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对NCC 谴责案 曾耀祥 践踏民主监督机制 严重藐视国会 予以谴责 接下来我们要来最新的连线 我们赶快来试试我们的来宾 是我们的施政峰 施老师施教授 施老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大家好 是 NCC缠送中天已经 狂输15次 真的是输得一败土地 但是程耀祥居然坚持 中天案 他们还是没有输 还在上诉 今天的交通委员会的 赵伟陈雪生 他提及NCC 跟中天的诉讼的时候 直接表示 像陈耀祥说 你们就投降 诉讼费的钱很多 是不是 那明年省预算的时候 我就把你们的诉讼费给砍掉 你们要自己来出钱 因为你们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你们自己捅出的娄子 怎么可以叫全民来买单 陈雪生还呛吓陈耀祥 哪有这样搞的 施老师 你怎么看这整件事情 我想老板听到委员讲的这些 应该是相当的痛快吧 那我先讲一下这个 他在讲说所谓的言论自由 没有百分之百的 基本上他是在耍嘴皮 因为你去问一下 郑南荣好了 当时他支持言论百分之百的时候 难道他有说要叛国 杀人换火 鼓励犯罪吗 没有 那基本上就是在讲说 我们思想言论的 这样子的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我们有这样的自由 我想耍嘴皮 这是很糟糕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今天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 NCC是一个准司法的一个机构 那他算是你的行政管制 或管理的一个单位 那当然他有 他有那样的所谓的行政裁量 行政罚则没有错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 还是要司法单位来看 那想一想说 你如果有一次犯错 两次犯错 那还可以十几次 你都判错 那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来乱来 OK 再恶搞 你想一想好了 我们学生是三个警告 一小过 三个小过一大过 然后三个大过就要开除了 结果你现在333 然后乘起来的话 那是不是说 其实表示说 是不是老是在跟你 既警告 既小过既大过的时候 是故意在找麻烦 在霸凌呢 或者你想一想好了 你收到这个裁判手的一堆 所谓的违规的一些 或者是说 怎么样的发单 结果上面 只有日期都没有时间 然后呢 你有一张是在台北 一张是在高雄 你可以心服口服吗 我想现在看到 就是陈耀祥就是这样子 他反正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说 他在第一届的时候 小英的时候呢 其实是就是当个委员嘛 那其实官就升不上去啊 所以到第二任呢 没有人敢做的 他答应来做坏事情 我实在想说 这已经违反这个学者的 一个起码的一个基本要求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